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什么闪眼姐 在生活中我们用钱的地方是非常多 但是不管有钱没钱,这三种钱一定不要花 那是哪三种呢?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生活中用钱的地方太多了 但是哪三种钱不要花呢? 第一,不易之财 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人追求财富,追求美好的生活,本质上并没有错 然而用任何手段任何方式获得财富就极其重要了 人在贫穷的时候往往会想要改变自身的现状 这一点并无可厚非 但是一些不易之财千万不要去 做人要正直三观正 不要去赚一些坑蒙拐骗的 这样损人不利己哦 第二,借来之钱 在古代传下来的是欠钱还钱天金地义的理念 所以说古代是更加尊重自己的信义 然而现在很多人眼中认为世道变了 他们认为欠钱不还才是本事 像你借钱的时候,你是大爷 当要还钱的时候,他则是大爷 久而久之,他们只会透支自己的信用 人无信则不利 最终导致自己没有落脚之地 所以总结说,人无论穷富 都要懂得量入为初 且不可透支财富,透支了信誉 最终背上了累累负债 透支了个人信用 第三,不明之财 大家都知道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 获得财富的正道只要是靠自己的劳动智慧 根本没有不劳而获的财富 如果有的话,那很有可能是来历不明的财富 而来路不明的财富呀,十有八九是不易之财 这种钱最好不要碰,大家都知道 贪小便宜吃大亏 所以说不明之财,我们不要去碰 总结以上三点 不管做什么事,一定要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来 不要贪图不易之财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通过以上的讲解 大家知道是哪三种钱不能花了吧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